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并且将在12月24、25号 在儿童新乐园举办圣诞台湾味活动 邀请原住民乐团带来精彩演出 同时倡导环境永续、公平贸易等议题 台湾原住民乐团Kanata用嘹亮的歌声 为即将登场的圣诞台湾味活动暖声 台北峡海城隍庙2018年启动送暖道偏乡计划 将物资送到将近40所学校 过程中发现偏乡一点也不偏 因此希望为偏乡来证明 其实这个活动我们已经做很久了 比如说近五六年来 我们几乎都是把一些庙里的 应该拜拜过的 或者是我们有活动的那些糖果饼干 就送到偏远的乡 哪知道都是一些小朋友或者是老人家 那我们就知道说很多人都需要我们庙里的东西 远乡它不远它就在你身旁 那偏有一点点好像对于人的一种偏失的感觉 我们真正的讲这个是我们这一次 12月24号、25号活动里面最大的一个想要做好的 就是偏乡不再叫偏乡 我们就叫远乡 除了为偏乡证明 虾海城隍庙秉持城隍老爷重视善恶平权的精神 近年来支持公平贸易、同婚平权 并且跟上永续环境议题 与使用环保素材知名的时装品牌Gingarden 以及打造全台唯一宝特瓶回收车的 FNG世代设计合作 共同推广环境教育与永续美学 我们所讲偏乡或远乡都真的很漂亮 所以像小琉球每一年的游客现在会超过100万 但是这100万的话我们产生了超过300万个宝特瓶 所以这个宝特瓶怎么办 所以它都是用太空包一个一个进来 那我们的话是希望说透过好归宿这个计划 我们可以开着车到每一个地方 不管是它是很近很远 它其实每件事情我们都可以离我们很近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宝特瓶用什么一个方式 可以去做回收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宝特瓶的话 都是要用经过好几道的流程 但是每一个流程它都是一个碳排 那你如果我们现在在讲 台湾的宝特瓶回收率的话到95% 但是没有在讲回收使用率的问题 那如果我们把回收使用率提高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我们希望说透过车的移动 可以到每一个角落 因为我在过去其实都是以就是 永续时尚的概念在做我自己的品牌 那也因为响应了2050年的净零排放的这个议题 那所以呢这个已经是当务之急 大家都必须要赶快马上去做的 所以这次在陈奥庙这边邀请的时候 我就觉得一口气就赶快答应 就是希望说我们是否能够就近一些 我们自己微博的力量 就是利用我们的一个远向的议题 然后把这些永续的概念带到远向去 让圆明的小孩也可以穿着 更加时尚的服装来穿着 那这一次呢 我特别是以祖灵的眼睛 菱形就是泰雅族的一个祖灵的眼睛 作为我的设计概念 融入我的设计其中 那我希望说能够让这些泰雅的这种 像是上增生命意义的一些想法 能够在服装的概念里 所以我就使用了宝特瓶的回收纱 进行我的素材上的设计 然后也用祖灵的眼睛 在我的图腾里面去做设计 这个城隍也我们翻为City Card 他就是一个长官 管理这个城市 所以他有权利让大家都平权 让大家都peace 所以我们这个还有公平贸易的 我们也做到了 然后还有很多 比如说月经平权 女生也来我这里做活动 我就觉得说 夏海城隍庙要做的事非常的多 然后再讲到说 你既然要做远箱 当然有一些好的设计师 我们就跟他说 那我们未来如果 那个学生要的制服 是不是有可以借您的手 借您的想法 结果他本身也是属于我们讲的说原住民 所以他的想法就像祖灵的眼什么那种去设计 所以我这个觉得就特别美 然后还有一件比这些事情更大的 就是我们当年的产业现在变成我们的眼泪 我们就觉得原来我们当年没有去想好 这个宝特瓶会造成了多少的伤害 或者这个宝特瓶会造成海洋的污染 这宝特瓶有什么不好 然后我们把不好的东西怎么样呢 不是全部都不能用 我们是不是可以再使用 那再使用就先把它变成宝特沙 这里有一部车子 我们就可以把它撵了撵了以后 是现场让大朋友小朋友觉得一个趣味性 其实就是让他知道 开始认识我不要用多 我希望这个就是大家都需要知道的事情 然后我们为什么摆在儿童心内容 我们想从儿童开始做 我希望跟着小朋友跟着年轻人 我们牵手一起向着最棒的台湾 圣诞台湾魏活动将于12月24、25号 在儿童心乐园举办 现场还有圆明文化体验 以及精彩演出 欢迎民众一同感受圆宇宙的魅力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道 1978年来自台中清水的少年街 在木炸开设三方制油厂 原本以花生油、芝麻油、小磨麻油起家 附近茶农送来苦茶籽、茶叶子 开启炸油新篇章 让木炸老街飘香近半个世纪 也滋养着世代人 智力最好的原料做好油 听过黑心油、食安风暴 在当地广受好评的良油店家 是位于文山区指南路上的 这间老字号门店 1978年由父亲开设 以花生油、芝麻油、小磨麻油起家 后来因为养生风气兴起 附近茶农送来苦茶籽、茶叶子 开启炸油新篇章 二代老板郑柏林重振形象 提炼品牌价值 我们到大概80年代开始 从麻油、香油的生产的数量较大 改为苦茶油的生产 跟茶籽油的生产为主 那我们的油厂其实一直都是用最好的原料 我们其实经历 从以前到现在总共经历了三次的食用油风暴 第一次是民国69年的多绿联本的米康油中毒事件 那时候也是卫生局来我们这边抽查 都是我们的油品全部都通过检验 再来是民国72年的北部发生一个很严重的地沟油事件 那时候也是卫生局大动作来我们的店面做一些油品的清查动作 那时候也是通过检验 那再来大家比较知道的就是 2013、2014年的时候连续两年的食用油风暴 那我们也是通过那两年 所有卫生署换保局然后还有一些食药署 都到我们的工厂还有门市来检验 那我们也是都通过检验 那我们就是用最好的原料去生产最好的油 郑柏林坚持父亲理念 传递正向能量 用好的原料合理的工资与价格 让每个人都能吃到好油 不少客人也给予反馈 就是他们生产的最大动力 一开始客人可能会想说 我们这边卖比较便宜 是不是用不好的原料 还是怎么样的因素才会这么便宜 但是其实有些客人会帮我们去介绍 那他来买过之后再跟其他价格 会觉得我们东西是真的很好 然后价格也定得很实在 那其实这样就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 一种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回馈 因为客人会带给我们透过介绍 会带给我们更多的客人来 所以我们以前以往也是很少去做一些行销啊 什么促销活动啊 我们很少会做这些活动 都是透过客人的口耳相传来介绍 那之前食安事件的时候也有一位客人 他是从台南北上 那他大概是一个八十七十多岁的妈妈 他妈妈九十多岁 那他就是北上来帮他妈妈买麻油 那买完之后他回去 因为他们那时候台南那时候 好像一瓶台湾种子制作出来的麻油 好像一瓶是五百 那我们这边是卖三百五 那他吃过之后他觉得其实三百五的 并不会输给五百的麻油 他认为因为他已经是长期吃了 所以他的味觉是可以分辨出来好坏 他认为三百五并没有比五百的 还要再差这样子 除了店里招牌苦茶籽油 茶籽油 芝麻酱也是老板自豪产品 我们这个麻酱的做法是用传统的 湿墨下去磨 然后它的磨的速度非常慢 那所以他吃出来的口 他磨的速度很慢 然后他吃起来口感会很细腻 然后很绵密 然后可能会跟你外面吃到的麻酱 会不太一样 那我们只有做纯黑芝麻酱 跟纯白麻酱 没有再添加其他糖啊 或者是硬化剂啊 或者其他化学成分的元素在里面 那就是有分这两个系列 黑麻酱我们是做这个 比如说早餐可以加面包啊 吐司沾馒头这样吃 对那我们白麻酱是做这个麻酱面 凉面或是冬天吃火锅 火锅的沾酱也可以 对那盖子这个非常 黑麻酱盖子非常丰富 那老年人小孩在发育 或者是老年人他比较缺盖 有些人他不能喝牛奶 他有乳汤不耐症 那他如果要补盖的话 他可以吃黑芝麻酱 他去做补盖的动作 那会对自家的产品如此自豪 郑柏林用自己身体来证明 在长期吃家里的油品下 身体会告诉你感受 因为我在总统府那边当了铁卫队 所以他那是宪兵嘛 那宪兵他那个因为是 总统府那边都是高规格 高标准的一些要求 所以那时候他那个生活压力又比较大 那当初吃部队里面 军队里面的食物 也会觉得好像跟家里比 好像身体会有一些发炎反应 因为每次下放假的时候 身体都觉得蛮疲惫的 可是回到家吃 我们自己自家做的这个植物油之后 就是会觉得那些发炎反应的状况 会比较降低 所以那时候后来退伍之后 刚好接到家里的旺季 工厂的旺季 大概十月份开始 所以那时候家里就很忙 所以退伍之后 我就直接回来救护 就是分身的感觉 因为其实小时候也是 也没有算说身体很好 但是我也很少去看医生 都是吃自家的油 因为那时候胃也没有到吸收很好 所以那时候每次胃不舒服的时候 我都是喝自己家里的油这样子 开业44年 一离当地的老子号制油厂面临店面老旧 难以招揽新客延续好味道 二代老板决心将门店打造成文化体验空间 期盼以导览西客新世代 那到今年我参加这个台北造起来的计划 那就是让我们的门市再重新做一个转型的动作 因为门市以前以往的印象对客人的印象就是一个 比较像是一个倉库的概念 那店面门市比较凌乱 没有让客人一个好像没有一个形象的那种感觉 那我就是透过这一次台北造起来的这个计划 然后把整个门面再翻新 那我们门面翻新之后 就是让东西的质感在整个做提升 那将来也预计会做一些油品的一些体验活动 然后包含还有还有我们的那个四种油品 主要四种油品的一些品品品尝坚定 然后还有我们的现场有我们的油桶可以 炸出来的酷茶油有着迷人的金黄色泽 保有原来的成分营养 传统的制油厂不畏惧精致油当道 用繁复且产量低的工法 踏实的滋养着民众值得信赖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台北市新义区嘉兴里临近办公商业区 因此衍生不少上班族机车停放问题 影响里内环境 里长郑志要邀及各单位办理会堪 想办法再增加机车停车位 希望兼顾上班族的权益 也让嘉兴里的向道环境更安全 为了解决附近大楼上班族机车停放问题 让嘉兴里内的向道环境更安全 嘉兴里里长郑志要邀请戴喜清议员服务处 与市府停管处到现场会刊 研究可行的办法 经过讨论后决议将嘉兴街上的两个汽车停车位 改成机车停车格 针对刚才我们的停车格的这样的一个会刊结论 我们将要把现有的1号跟5号的汽车停车格 改成机车停车格 因为我们刚才跟停管处沿山的结果 发现这个地方并不适合做汽机车共用 所以说针对维持居住的环境 还有让上班的人有停放的空间 所以说我们可能就是要将两个汽车停车格 通通改成机车停放格 这一次要做这样的改变最主要是因为 我们必须兼顾例如说在嘉兴里 基隆路这边都是通商大楼 都是有寄存的一些上班人员 那我们也不能说 就是说不在意这个上班人员的权益 但是也必须让上班人员的他们的机车停放 不要影响我们在地居民的一个生活空间 现存的状况就是说 你机车停放格不够 他这些机车的人 这个使用者 他就会把它往巷弄塞 往巷弄塞 那就会造成我们居民的不方便 但是至少汽车在我们周边 还有一个景秦二号公园的汽车停放区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改变方法 此外为了兼顾汽机车与里民的安全 里长与相关单位会看后 也决定将嘉兴街上的标线型人行道宽度再调整 针对这一次我们将要缩减这个标线型人行道以及软杆 是因为这个最主要是这是单行道 然后一台汽车加他一台机车 同时经过会造成这个机车 会有行驶上的这个危险 所以说我们决定把这个标线型人行道往内缩 这样子一方面也兼顾到机车的这个安全 然后还有这个行人行走的安全 就是我们如果遇到障碍物的话 我们会往外凸 让行人有一个伸缩的空间 那剩余的部分我们就是会内缩 让汽车跟摩托车可以同时会车这样子经过这样子 那我们这边的话就会稍微微调一点距离 为了提升嘉兴里的交通安全 里长为此花费不少心思 希望透过各种努力来保障大家的安全 而在会刊过程中 世新大学生也前来侧拍采访 原来里长是世新新闻系毕业校友 学弟妹为了拍摄学校招生影片 特别前来采访里长 也透过采访看到了里长工作的辛苦与特色 我们是世新大学新闻系的学生 那西上希望透过采访各行业的学长姐 那希望透过他们自己在业界的心得 或者自己的学习技能里面 然后结合新闻系系上所学习的技能 然后去结合到未来的行业领域 那希望可能带给未来加入新闻系的学弟妹们 能有不同的未来 以及看到不同的行业他们的辛苦在哪里 然后结合了新闻系系上的技能 那我们就透过这个机会认识到我们这个 当任里长的学长 那希望能透过他实际在里长这行业的工作上面 然后去带给我们知道 如何他如何结合新闻系上所学的技能 以及技巧以及特色 去整形在大家服务里面上面 或是宣导政策上面的一些政策或内容 可以看见其实里长的工作 其实寒挂非常多除了服务里面 或是服务道地 然后结合政府的政策 然后去帮整个道路做整建跟改化 整个里面都要了解 所以可以看到里长的工作 其实非常的复杂多样化 所以可以看到大部分每个里长 其实都非常的辛苦 感谢其实每个里的里长这样子 然后呢我当完兵退伍啊 我一直就是对于新闻的工作也很有兴趣 但是那个时候找了一两家媒体啊 大概不顺遂 就刚好有一个姻缘机会 我到了这个立法院工作 然后呢接触到刚好 是叫做新闻联络人的工作 所以说呢当不成记者 但是却变成是一个伺候记者的工作 对那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其实也接着开启了就一方面 就是我对于政治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开端 那当然也透过跟记者的这样的一个联系 加上我自己新闻系的背景 所以说呢也可以更快 更深入的了解我这个政治的工作的内容 那当然后来也接觑到我后来 例如说在若干年后 我到嘉义县政府的新闻行销处 担任机要工作 然后在之后呢 就是因为我本身台北人嘛 所以不可能在嘉义再继续待下去 那后来选择回来台北 那因为刚好我以前有辅选的工作 那自己本身也担任政治工作 所以说我觉得担任里长 可能是我最好的一个选择 念新闻系呢 有一个至少培育我有一个 这个技能叫做快很准 这个我想这是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 可能必须要具备的一个基本素养 就是你很多东西就是抓重点要快 对不对 然后做事要快很准 我觉得这三项是我在新闻系 在甚至接触媒体和新闻工作者里面 觉得这三点一定要非常的拿捏 如果你有这个 我相信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素养 透过新闻系这样培育的基本素养 其实你在社会上有很多工作呢 都可以让你做得很顺遂 因为我想每一个老板 像比明是我的老板 都希望他们交代的事情 你能越快速越准确地把它完成 所以我想这真的是新闻系 培育我的一个技能 里长政治要也特别感谢李明的肯定 再次给他服务的机会 让他连任成功 他将秉持为李明服务的初衷 打造安全又幸福的家心里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Oh yeah 今年的耶诞节 终于可以脱口罩 露出帅气 美丽的脸庞啦 虽然大家把疫苗打好打满 不过在室内还是要注意防疫 才能够开心过耶诞哦 中佳宽屏祝福大家 Merry Christmas 耶诞节快乐 Home Plus中佳宽屏 在地影像赔力与针见计划开始咯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公布奖励的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佳新闻FG粉丝团 或扫描针见简张QR Code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 阿也没确诊阿当地里长 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夫人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 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为了推广学生运动赛事 教育部体育署从108年开始 持续投入经费 培育运动传播人才 今年总共有18所大专院校参加 也首度颁发最佳转播团队奖 最佳主播奖等六大学生奖项 让学子们将传播和运动赛事结合 进行多元学习 为了推广学生运动赛事 体育署从108年起 持续投入经费跟大专院校合作 培育运动传播人才 而今年首度颁发最佳影音新闻奖 最佳人物专访奖 最佳赛事基金奖 最佳转播团队奖 最佳主播奖 以及特别创业奖六大的学生奖项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公布 得奖的事 恭喜来自明山大学赵若萍同学 我那时候遇到的状况就是 我记得是有停电跟地震 但是我抽到的题目是停电 但那时候刚好是没有跟我们说 我的状况距是停电 所以那时候当下就是播报播到一半 然后突然停电之后 就是整个摄影棚是黑掉的 然后大概停了三秒之后再打开 所以当在播报播到一半 然后停电的时候 就要想 我到底要怎么处理这个 处理这个状况 然后怎么跟观众说明 我们刚刚摄影棚发射的情况这样子 因为他们其实在擂台赛之前 就有告诉我们说有那个状况 就是会有那个应变 就要考验那个临场的应变能力 所以我那时候就有去问老师 问我们学校老师说 老师如果遇到状况怎么办 然后老师就说 反正你就是保持冷静的 跟观众说明 你现在遇到的事情这样就好了 就是说我们要 展现出专业的一面 就是不能慌张这样 我觉得一般新闻来讲的话 你需要更沉稳 应该说你的姿态要更优雅 但是以体育来说的话 你可以活泼 你可以生动 但是你还是要 就是以活泼跟生动之间 你还是要拿捏好那个分寸 你还是要把你所播报的内容 就是好好的传达给观众 对 所以我是觉得 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觉得风格吧 主要是风格方面 有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训练的话 也是平常在学校 然后也是可能因为 我参与过比较多次的转播 所以你会 就是有训练到更多这个部分 各位长官 老师同学大家好 很开心今天有这个荣幸 代表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 运动资讯传播学系 来领这个最佳转播团队的奖项 那首先当然谢谢各位长官 对我们团队付出努力的肯定 那再来我想要感谢就是 我们的指导教授蒋燕老师 因为如果没有他的话 就没有整个转播团队 接着我想感谢就是毕业的学长姐 因为毕业学长姐会回来传承 如果没有他们的传承的话 我们也没办法像今天这样子 站在巨人监坊上努力 最后就是感谢只有转播团队的大家 这个奖属于大家 谢谢 好 恭喜 谢谢教育部体育署MOE Sport这个计划给我们四星大学这个机会 然后也要感谢过程中所有帮助过我的人 那这边特别感谢四星大学体育室的老师们 在给我们作品上都有蛮大的发挥空间的 那这边四星大学团队也会继续努力 然后继续制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谢谢大家 这个奖项我很开心学校老师愿意给我这个机会 去完成这支MV的歌曲制作 然后也非常谢谢学校新媒体系的同学 协助拍摄这支MV 如果没有这些同学的帮忙的话 这支MV也不可能拍得那么好 所以谢谢参与这支MV所制作的同学以及老师们 谢谢大家 谢谢 今年一共有18所大专院校来参与运动传播 人才培育计划 各校师生团队在全中运 全大运等体育赛事来进行直播 专访宣传赛事 展现丰硕的学习成果 也让同学们累积实战经验 我们其实一直来参加的赛事都是全运会 然后还有全大运全中运这些的 跆拳道项目的转播 那在这除此之外 也有参加运绿体操 还有柔道这等等之类的转播 然后在这中学到的东西 其实比较像是食物类 那在食物上因为其实学生在校内 很难有像这么大的体育赛事转播 可以做学习 那在这上面呢 可以学到跟协会的沟通 还有老师同学们之间的分工 团队合作等等 然后不管是在线路的连接 还是现场的工作分配上 其实可以感觉到说 转播真的是一个团队合作的活动 然后也可以从此发展出之后的兴趣 像是以我为例的话 就是之后也会想要进入到 体育赛事转播啊 或是电视台等等相关的工作里面 那这中间的话就是一个很好的连接 那再搭配上之后大肆的实习 就是可以让我们更快融入工作环境 跟职场这样子 我觉得在因为其实我们学校蛮多 同学都蛮想进入体育台 不管是当记者也好 或者是幕后摄影也好 我觉得这个计划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培育的空间 就是我们可以在这四年里面 我们就比别人可以早实习到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应该不管是目前也好 或是幕后也好 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出去你生着实战到的经验 而且你就更认识一个体育项目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计划 如果可以继续的传承给学弟妹 我觉得应该是对台湾的体育来说 是非常好的发展 因为我们这堂课程很简单 就是我们主要组成是大三 然后从由大三带大二的同学 然后让我们的经验跟赛事的内容 是可以一直传承下去的这样子 然后每一次转播的出击 大概就是21人的团队 然后这中间是包含主播组啊 摄影组跟导播组还有成影组 那大家就是在自己的组内 就是会各个工作都是轮流轮替的这样子 我们会轮班然后就是互相协助 因为在我们学校的系上是 就是大家每一年都会做不同的事情 比如说大一是新闻 大二是广播 大三是拍片 然后还有加韩就是这一项转播 那在尝试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会发现到自己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那在有转播上面就是多一项尝试 那也确实就是我们系上 蛮多人是蛮多人喜欢这一方面 所以之后也就是都会往电视台 然后或者是像体育台这种 体育记者走 之前看到学校这边在培议一些传播的一个人才 那可能在学生这部分在实习方面或食物方面可能会比较缺缺 所以在108年我们提了一个计划来支援有六所学校 那到了这108年执行之后感觉回馈的是相当的不错 那在109年我们就在我们的应材基金里面提出一个 这个传播人才的一个培育的作业要点 那这个要点的主要就在应材基金里面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科目 可以每年编列这样的计算来支援这些学校来培养一些传播的人才 那在108年的时候大概总学校组的经费一波出来 才有300多万 那109年有编列这样的计算的时候又增加将近到1200万 那一直到111年我们总共有原来的六个学校一直增加到18所学校 那现在经费已经增加到将近2100万 这样6点多倍的一个经费 那这个经费的增加大概不是我们署里面主要的一个目的啦 那主要是希望能够协助这些学校在推动这种人才培育 在传播人才培育的这个部分能够给他们一些挹注 帮忙来培育一些优秀的一些传播人才进到职场里面去 我想近来我们的一个运动项目的成绩都上来了 那很多的一个转播包括新媒体的一个结局 真的需要很多的一些传播的人才 那这一部分的一个专业的知识跟技能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很高兴我们今天来看到18所学校都展现它的一个成果 而且给书里面感觉到是整个的回馈非常的正面 非常的正面 所以我想我们会继续来支持这样的一个计划 跟这些学校或是有更多 愿意投入在这个传播媒体的这个部分 运动传播的这个部分的一些学校 我们一起来合作 让我们的运动传播更加的一个发达 那让这些学生学起之后能够投入职场 让我们运动传播的事业会更好 那因为各位的一个转播 日期的一个成熟 已经有一些的口碑跟品牌 在这里跟各位预告 那112年的全国运动会是在台南市 我们今天有好多台南的学校 台南市政府已经跟我提 希望能够来协调 让我们这些学校能够参与明年的全国运动会的转播 所以在这里也要拜托 我们各校的师长能够共同来参与 112年的全国运动会 那接着我们就会来协调一些转播协助的一些事项 到时候再麻烦各位 他是在明年的10月 那明年10月如果各校有参与转播 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来跟各位说明 明年的7月28到8月8号是4大印 9月23到10月8号是亚印 所以当你在10月播全国运动会的时候 在4大印跟亚印比赛的这些不错的选手 在前因会应该都会代表各省市上场 这个应该就是各校在转播项目的 很好的一个素材 也提供给各位老师跟同学 去抓这个素材 在明年的转播可能会更加的一个丰富 而参与培育计划的学子们都很感谢 体育署提供的学习机会 让他们能够把体育跟新媒体的传播领域相结合 学习各种赛事的直播或行销 一起来推广体育赛事活动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台北指南公与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 日前举办免费保肝筛检活动 邀请肝胆肠胃专科医师 为前150位民众做免费腹部超音波检查 也提供年满30岁以上民众 免费肝炎及肝癌筛检 艺人李芳文因为工作关系 日夜拍戏生活作息不固定 日前左下腹部闷痛 发现多颗息肉 目前正做进一步检查当中 让他深感健康的重要 他周末到台北指南公保肝筛检做代言 呼吁大家不要找任何忙碌做借口不去检查 早期发现疾病都可以早期治疗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喝酒都干硬化的 这几年啊 然后什么因为长期的过劳 吃太好了 胆固醇 我都觉得说告诉自己 我们要爱自己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定期的检查 请问请问你 因为以前都不敢面对医生跟检查 是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我一个很好的经纪人 他会常常督促的我 去 因为我这几年 我平常心讲 我很怕到医院 我怕检查 搞怪医怎么样 我也怕 对不对 所以 狗鸟心态 对 我相信 你不要笑我 我相信在场一定有很多人 然后会有这种心态 但是呢 我觉得没关系 我们预防剩余治疗 我们不管怎么样 先检查 真的有什么问题 再治疗 现在台湾的医疗这么发达 怕什么 对不对 所以呢 去年 我的经纪人就带着说 发问 你已经好几年没检查 去检查 一检查 哎呀 不得了了 大肠洗肉割了12颗 12颗啊 对 你生活过得很好 生活过得很好 你怎么吃那么好 把我真的惊呆了 对 我也不知道 到底是吃的原因 还是我饮食做洗不正常 我也不知道 因为工作的关系 或许是家族遗传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呢 我就乖乖的 嗯 这一年 是去年12颗嘛 我今年呢 上个月我刚检查 很好 进步 只剩6颗 因为今天呢 我们这一场这个免费的肝癌筛减 还有腹部超音波 如果没有在做所有朋友的大力帮忙 当然很多都是熟面孔啦 对 没有你们的大力帮忙 没有办法有今天这一场活动的诞生 当然特地要谢谢我们这个指南宫 然后呢 还有我们的这个干机会 当然啦 我们这么多年呢 我们在推广肝癌肝病的这个预防 还有筛减呢 我们是不遗余力 那当然指南宫呢 我们主事是吕洞宾 吕祖先 对不对 那么 但是呢 我们这个吕洞宾 他一直有告诉大家 我们要走正道 我们要教化 我们要行善 那我们干机会 刚好我们在这么多年来呢 我们都是走正道 走大路 因为呢 我们一直在教化大家 对于干一个知识的预防 但是我们也常常走小路 因为呢 很多的偏义乡没有大路 我们走小路 但是呢 我们既然这不管大路小路 我们做了很多很多 帮助大家的事情 藉由筛检 发现很多人 不晓得自己 干有问题 因为干没有神经啊 所以如果干顾得好 就仿若我们这种猫空缆车 一路平安啊 然后可以去那边泡茶聊天 但是如果干顾不好 你就像坐云霄飞车啦 我们这个人生呢 会有很多惊声尖叫的地方 即使天空不作美 在寒冷又下雨的天后 民众还是踊跃参加免费保肝筛检 玩起袖子抽鞋检查 今天的话就是因为有这个免费的这个 肝脏的这个筛检啊 那因为第一个就是免费嘛 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它不只是就是肝脏的素质 那一般的那个癌症的一些素质 它也可以显示出来 那我是觉得这个是蛮好的一个活动的 对那也是对回馈这个礼民啊 对啊 那对这个公益活动的话 当然也是 虽然天气很冷嘛 但是还是想要支持一下这个样子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 能够参加抽血 那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 是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非常乐于啊 要进行这样子一个健康检查活动 今天我们来参加 指南宫跟台北好心肝 一起办的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个 抽血检查跟夫妇参与的活动 我们大家里民都很热情的参与 虽然说天后状况不是很好 可是大家参与的程度非常的热络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一次的活动呢 往后每年都可以再继续举办 然后扩及到我们更多的礼民 那让我们附近这几个旅的一些礼民 都能够受惠 对因为第一次办 我们也不想要大家 能够得到这么大的回响 非常的好 那我们礼民给我的回馈 也觉得说 这个活动对在地的礼民 非常的有意义 那我们希望能够继续能够活办下去 肝病每年夺走上万条性命 因此抽血筛检是基本动作 筛检出的B肝C肝炎患者 一定要再做腹部超音波检查 才能确认肝脏是否健康 所以今天我们很高兴跟指南宫这边 共同来办这个活动 所以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也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希望将来呢 有更多合作的一个机会 那天使呢是 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办活动 高主委刚刚也讲过 应该下雨才是正常的一个现象 而且是很好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我相信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我们今天比我们意料的人潮来得多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人和 那也很高兴我们很多福伦社的好朋友 大家过去以来 我们干机会的活动呢 都成盟我们很多福伦社的好朋友 共同的协助 才能够让我们在全台湾 本岛离岛 我们办了800多场的免费的筛检 我们的演讲超过1000次以上 同时呢 我们在去年开始 提倡这个富富超音波的 我们这个全岛一干的这个活动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因为在台北市 我们的慢性肝病 在我们的这个主要的死因当中 已经占到了第14名 那以及在癌症的这个部分 主要死因和肝癌是在第4名 所以像肝病刚才主持人也有提到 是没有声音的 让早期发现非常重要 所以在今天这样子的一个筛检活动 非常有意义 这个雨啊 代表就是说 故后啊 一个上来山上有仙气 所以有云有雨 代表女主很开心 虽然在造成大家一点点的不方便 但是看到今天的盛况 我想啊 代表沈南公管理委员会啊 再次欢迎同时感谢大家 我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其实这个缘起啊 是Chris啊 以及我们杨岳虎杨董事长 我们讲很久了 但是也遇到这个疫情的关系啊 我们延了好几次 但是选择在今天啊 我想有特别他的一个意义在里面 所以整个文山区我们20个里的里长 带领了我们的里林 以及我们郑区长啊 带领了我们文山区啊 我相信南公是旅主的道场 旅主讲的是修信修命 修心性啊 但是不只要修心性 还要照顾好你的生命 B肝代源者已有药物可控制 C肝更是有极高治愈率的药物 这些治疗费用全部健保给付 因此肝集会呼吁 BC肝病友尽早接受治疗 持续结合社会爱心善款 从事肝病筛检活动 努力找出前肠BC肝患者 提升民众保肝意识 期望在主动初级之下 有效提升民众就医意愿 记者问君台北报导 Oh yeah 今年的耶旦节 终于可以脱口罩 露出帅气美丽的脸庞啦 虽然大家把疫苗打好打满 不过在室内还是要注意防疫 才能够开心过耶旦哦 中家宽评 祝福大家 MerryChristmas 耶旦节快乐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画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富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作者还有日期 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 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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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家期盘关心您 白四代关怀协会和政治大学数位传播文化行动实验室 在台北市浮华国际文教会馆举办 2022元宇宙媒体试读 迷音梗涂比赛颁奖典礼 希望透过梗涂设计的行动 引起社会共鸣 迷音梗涂是近年在网络流行的创意 在原创图片上增加文字巧思 做成各式不同的内容 政治大学副校长詹志宇表示 希望台湾年轻一代可以运用生活素材 发挥创意与设计思考 面对全球化的发展态势 中家宽评北建总经理徐俏尼表示 中家宽评长期投入推动媒体试读的教育 也认为将媒体试读结合迷音梗涂是很棒的方式 达到教育作用 一世代的人类 无论工作或生活 或者修行 都是在网络世界 那我们希望透过今天的活动 能够提升我们 网络内容的美感 品质跟趣味性 那新世代的朋友 有很多的创意 而且很了解新世代的文化 所以我们也透过鼓励年轻世代 多做这种具有创意挑战性跟趣味性的迷音梗图 能够让更多的年轻朋友能够相互分享跟使用 我们希望以正面有力量有品质的内容去取代一些比较不健康的内容 能够透过这个文化的基因传播 让我们的媒体世界更加的安全健康 大家看到元宇宙这样的一个名词 大家知道元宇宙是一个未来网络网络性的一个世代 它结合了虚拟跟实际 那一听到梗图 大家又可以很直接的联想到 最近就在网络上非常夯的 它跟政治有一些相关 尤其在选举期间 但是因为这样一个梗图的发送 其实对于媒体试读 就真假讯息的一个考验 其实是相当相当的大的 那么中加集团 中加宽平集团 最近在这几年 其实持续的长期投入 媒体试读的一个推广教育 那我们深入校园 深入社区 到每一个角落去 我们办了超过200场的一个活动 当然希望就是推广 这样一个媒体试读的一个教育 那么有机会 透过这样子的名音梗图的一个比赛 然后结合了媒体试读 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动 那持续未来中加宽平 也会持续来推动媒体试读 希望把全民的这样媒体试读的一个教育 能够往上来提升 本次的名音梗图比赛 社会组第一名的得主是丁雨婷 他分享了创作理念 用网络形象与现实形象的差距 反映网络不一定是真实的 其实没想到自己会得到金牌 就是也没看过大家的作品 所以也很开心这样 就是想表达是网络上跟现实 不一定是一样的 就是有可能差距很大这样子 就是像作品当中 我有画网络中是一个高富帅 就身边都是美女 就很多金 可是现实中它是一个比较邋遢的大树 就是把两张图就是形成一个对比 就是想表达就是网络跟现实 不一定是一样的 在颁奖典礼结束后 台北医书大学动画系主任赵顺文 也分享了民营梗图的现况发展 他表示民营梗图 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甚至能在之中感受到疗愈 幽默的体验 更能发挥全民的创意力量 那我们在评审的过程当中看到有学生 跟一般社会人士的很多的对民营梗图的创意 那大家可能发想的素材或者是概念 都来自于可能目前的一些社会现象 或者是他们关心的一些可能亲子的主题 或者是同才的关系 或是学生之间比较会经常面临到的一些 可能未来职业的发展 都可以做成这种民营梗图 那所以我觉得民营梗图一定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 而且它会充满很多幽默感 甚至有疗愈的力量 那我们现在可能有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可能面对这个网络的时间 或在网络上的时间待得更久 我们举办这个比赛 然后我也身为评审 我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的潮流 包括全世界他们也都非常在民营梗图上面的发展 我觉得也是影响到台湾可能 对可能不同的一些图片的一些转制 创意的发挥 那我觉得这其实是很好的一个现象 好像在发挥全民的创意搞笑的力量 然后把欢乐带给大家 时代科技的进步几乎人人都离不开网络 而民营梗图更是在人们时常使用的社群软体上就能看见 赵顺文也表示 其他透过有趣的梗图设计图片或原创图片 结合文字巧思 以创意幽默的方式提醒社会大众媒体视图的重要性 善用media创意性打扬 记者林应同台北采访报导 在台北市福华国际文教会馆举办 2022年台湾青少儿美感素养与上网趋势调查报告记者会 由白丝带关怀协会执行长黄薇薇 在记者会上分享家长因应之道 疫情冲击生活 青少儿学生高密度上网 16号白丝带关怀协会执行长黄薇薇 在2022年台湾青少儿美感素养与上网趋势调查报告中 分享了调查结果 黄薇薇表示 数位科技成为日常 青少儿学生对于生活与环境的美感决呈现 已经有相当觉察力 可惜青少儿在网络空间的美感呈现面感知有限 仍待加强 在整体来看 我们发现台湾青少儿的美感素养 可以分成两个层面 一个是美感的呈现的层面 也就是像平常大家在生活当中看到美丽的风景 或者是美食会打卡上船 这是常常会有的现象 包含现在是一个圣诞季节 大家会选购一些礼物 这是一个美感经验 但是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层面 也就是在线反思的这一面 我们发现台湾青少儿在在线反思的这一块 还有加强的空间 也就是当他在了解一些不同的族群文化背后的脉络 或者是看到一些不同的画作 或者是一些创作 他能不能去分析比较这个作品的特色 或者是他的一些风格 我们发现在这一块的美学素养 美感素养可以继续的再加强 黄威威指出 疫情期间凸显数位学习与视讯会议价值 调查小学五年级至大学四年级受访在学学生 结果显示 学生相当依赖数位科技 网络已经成为人人的生活日常 因此提出善用媒体 提升媒体素养的概念 孩子就是大量的依赖网络在学习 或者是在娱乐的空间 那另外就是在运动的时间 其实是非常不足的 是低于12小时的 那周末稍微 特别周末也非常的依赖数位科技 那所以我们就提出说 既然在疫情一个变幻莫测的这个时代 网络已经成为我们的生活日常 我们怎么样去累积年轻学生 甚至我们自己成年人的一些美感经验 怎么样可以透过网络去做一些分辨 跟提升自己的品位能力 那这或许是在我们可以分辨假讯息 或者是一些不雅内容的一个最好的基本能力 因此我们就提出我们可以要善用media 也就是善用媒体 发挥媒体素养 然后要创意性的阿养 黄欧欧补充青少儿对于 艺文展演作品的觉察或鉴赏 以及不同文化创作的辨识 表现较佳 这反映台湾近年多元族群文化教育 艺文教育逐渐发挥影响力 她也表示 不管是学生还是成年人 都能透过媒体素养 来累积自身的美感经验 为了保护宜兰民众的饮用水资源 国际福伦3490地区有一项公益计划 希望来协助泰雅族农民转型种植松露 而这项计划受到国际福伦社世界总社长 珍妮佛琼斯的重视 特别亲自到现场来参访 最像名为福尔摩沙台湾的宇润原乡 宜兰四季南山松露种植技术推广 跟机具设备捐赠工艺计划 受到了国际福人总社社长的重视 特别来到现场了解实际的状况 而基本上就是逐步来改变传统的农业形态 转向高经济价值的松露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案子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 来投资未来的一些产品的发展 那我们福伦人就是也是希望说 可以看到从传统的农作物 做一个非常好的转型 到一个比较高经济效益的一些产品 然后让这个社区可以继续成长 因此这个计划除了帮助农民 永续农业之外 重点也是能够保护整个 南洋地区的水源地 所以国际福人三十九云地区的总监说 这个计划非常具有指标意义 才吸引总社社长来关心 那一般这边的当地的农民 都是用传统的关心农法 那农药部分使用的比较多一点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 借由这个服务计划 能够改善这些农民 对农药的这些使用 然后也改善我们的水质环境 那这个这些用水 尤其在这个地方是 我们用宜兰地区 大宜兰地区的用水的水源头 据了解国立宜兰大学 宜兰县政府等单位 跟农民研究种植生路 大约有六年时间 目前有18户农民来配合 而推广过程要八年以上 非常需要各方的关心 来帮助原民经济转型 那今天非常开心 看到福人社这样工业团体 能够看到这个问题 愿意来做这样的一个 辅导跟帮忙 那我相信对这个计划来讲 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而农民的方面 非常感谢国际福人 能够来协助这个计划推动 让他们能够永续农业 也可以让青年回乡工作 他们如果福人社进来以后 我们就又燃起这个希望说 能不能延续下去 能够让它成功 让我们小孩子能够说 把这个产业的转型的 这个过程能够顺利 我刚刚有在跟林教授 就是聊过这件事 那他在纽西兰看的 这个松路场 它是已经盈利23年了 那他非常非常鼓励 就是看到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是很类似 我们的趋势是很类似的 那相信一到两年 就可以有收获了 那我们当然不能放弃 我们要坚持下去 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国际符伦 还有我们所有社区的伙伴 那希望说大家 牵手坚持下去 来等这个成功案例的来临 我是松路的长期粉丝 所以一旦成功 请不要忘记我 而总市长也呼吁更多人 来投入他们的公益活动 一起来爱地球 加入国际服人的行列 记者李玉萍黄日生 已然报道 感谢您收看众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 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 在聊天群组分享 自来接中药行夫妻 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 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 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 根本没死啊 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 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富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没想到 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 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 最后决定原谅 她不追究 这事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 关心您 学着疫情升温 假消息满天飞 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 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 加入LINE好友 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 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 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 整篇贴上 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GoPen 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转贴到买GoPen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 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 转达给亲朋好友哦 记得收到疫情传言时 不转发 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 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让我们一起 对抗病毒正向防疫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 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化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富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似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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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家集团关心您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街中 要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 啊也没确诊 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